各位 各有堅持的動色天下 我們今天請到我的立法會舊同事 現在出任了主要官員的審計署長職位 林志遠先生 接受訪問 Hello 你好 你好 身體健康 您就在這一屆新政府出任了審計署長 以前您是在立法會 而且我知道您在會計牌也是非常非常資深 在出任了審計署長之後 您覺得今天的工作 和以前你在不同崗位的工作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我們行政長官又找你呢 首先多謝李Sir的邀請 正如您所說 我們是舊同事 您都知道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日常的工作會是什麼 今天在做審計署署長的工作 就跟議員來說就分別就大一點 議員就周圍走 就接很多的個案 有時候 我試過一天就走廣告新界香港 但是現在做審計署署長 有少少好像回到 我過去二三十年做的工作一樣 一方面就是我們要做政府的審計師 就審計他們的帳目 另外一方面就要做行公兩席的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審計署的兩大功能 回到你問我為什麼特首會找我呢 其中一個原因我私底下自己衡量過 我沒有認真去問問特首你為什麼找我 但是我自己覺得一方面就跟你一樣 因為我做過議員 知道民間的疾苦 亦都了解政府的運作 做公職都做了一段都不短的時間 另一方面就是我在審計方面 做了一整三十年都是做審計師 兩樣東西加起來 老實地說如果你問我想像中 在香港來講找這些背景的人 其實都可能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所以可能這個就是原因 特首會找我的原因 你又覺得在政府那裏做審計的工作 跟你以前就是私人執業 在市場上幫公司做審計的工作 兩者之間有些什麼分別呢 分別都有的 其實私人做審計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困難在於 就是你怎樣平衡 一方面客戶就是給錢你 另外一方面你又要去 我們俗語說要挑戰他做的事 是對是錯是否公平公正 在審計處做其實就很老實地說 現在我們的部門算是 那麼多政府部門裏面一個比較小的部門 但是你聽回剛才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做了政府所有帳目的審計 再加上一些可能是非政府的機構 資助機構的審計 再加上那個叫行公兩席的報告 可能李Sir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部門其實很少人 但是雖然人不是多 你那個責任就很大 而且我也做了很久政府 我們一聽都說審計處要來看 特別是選中了你做行公兩席 每個人都要打醒十二個精神 因為如果行公兩席報告裏面 被審計處的同事發覺到 你有些什麼做得不好的 那就要上立法會的解話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你覺得你們在行公兩席方面 發揮到一些什麼的作用 幫到政府的運作在哪裏呢 多謝你 其實你都有留意我們審計處的工作 其實我們審計處可以回去說 就是目標是怎樣 其實我相信整個政府所有部門 其實都想他們自己的服務質素 是有所提升的 正正審計處我們的目標 亦都是希望整個政府不同的部門 他們的服務質素可以提升 另外一件事可以加強問責性 但是你子聰有時是當局者迷 我們就來了一個叫旁觀者清 很多時你知道埋頭埋老趕東西的時候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些程序上的事 忽略了一些結果上的事 我們就會落到去透過報告 給立法會的同時也都會給公眾交代 這一方面其實就正正做到 習主席所說的 就叫做提升管治的水平 提升那個治理的水平 就是那時候你可能不同的政府部門 他們自己知道自己有些事需要改善 可能自己私底下改善了 就未必會向外公佈 但是因為我們的報告會交給立法會 交給帳目委員會去到審議 有時候還有些題目會做公開聆訊 媒體一定多些時間去討論 變成所有政府部門就會緊張一些 現在很多時他們都會說 審計處下來 更加要打掌十二分精神 我也會說的 如果有些政府部門說 你很多年都未被我們審計處做過的話 有機會我們就會下來去看看 問一個有趣一點的問題 有這麼多政府部門 你們一般來說 用什麼的準則來決定 我要這次就著哪一個部門 哪一道的工作作審查 抽籤 或是看最近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事件 發生了引起公眾的注意 這樣吧 政府始終都是這麼多部門 又大又小 首先我們去選擇的時候 其實我們內裏面 講少少秘密給你聽 其實是有個評分制度的 重大的事件 洗錢多的事件 公眾關注的事件 我們就會比分比高一點 有些工程項目 我們甚至乎有一個專責的部門 定期去看 就會看這些工程項目 需不需要看 整個特區政府的運作 審計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任何一個健康的組織 它必須有一個所謂 因為你是作為一個代替了全港的市民 去看著政府那盆送 看著政府的部門 究竟他的工作上面 有沒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所以就是非常之重要 那你想想 有什麼方法 可以多些將你們部門的工作 介紹給市民聽 我相信有助 為什麼呢 可以增強市民對政府的進行 李Sir你真是明白 始終我們做過議員 我們都會知道 對公眾的交代 其實正是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謂增強問責性 向誰問責呢 首先我當然要向特首問責 但特首都好 要向中央 甚至乎向公眾 我們去交代不同的事件 這件事就是我來到審計處的時候 要一些同事說 第一 有傳媒好像是李Sir你來 運到我們 或是否接受訪問 通常我們有時間的話 我們都會去做 為什麼呢 可以多些去交代究竟審計處的 目標是些什麼 工作是些什麼 我們做事 不只是想罵人 雞蛋類挑骨頭這麼簡單 其實就是正正想提升那個治理水平 我們跟立法會和政府 就有個財務通告 大家同意了 在一些會族公開聆訊 會向公眾交代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討論著的 那些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其他的層次 或者其他的所謂議題 已經是公開了的話 公眾如果有疑慮 我們更加需要向公眾去解釋 以及等公眾給多些的認受性 給多些的支持我們 那我們做事就更加好 因為社會間中都會有些事件 市民是關注的 覺得政府為什麼呢 在某一個事情上面 就花了一些錢 是不是需要呢 有時候我相信 你都會回應一些重大的事件 說我們會去看 那你用什麼去衡量 究竟你將這些訊息說出來 還是不說出來呢 當然你受到心目之中 想去看某一個部門某一件事 有你本身的理由在 可能你都不想這麼早告訴他 是 那你們怎樣衡量這些事件 對於消息的發放呢 這方面的確是要有些平衡在 在我們的報告未出之前 有時候有些議題 我們都要和每個政府部門 大家都要互相諒解 未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當中 我們有時候就不能說 還有有時候你都知道 旁觀者清而已 當局者迷 但當局者其實有時候 他們會了解情況多些 我們去找到一些資料的時候 都希望有個機會 給到相關的部門可以去解釋 以及去跟進 其實最好的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做完之後 部門也都認同 認同的當中 亦都可以接受我們的建議 出到來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雙贏的方案 這個是我希望 會達到的一個目標 在這裡我想問一個最後的問題 你們的工作就是看著政府 剛才我都說過 我自己覺得政府的門楼很害怕 但他們是否真的歡迎你來呢 他們當你來到的時候 想問他 麻煩你把某一個個案 那類的事情 不能把所有的檔案都弄出來 讓我慢慢慢慢去解釋 那他們 和你的工作關係會是怎樣呢 雖然你們是審計專家 但你不是部門裡面 每一項工作的專家 你拿著一大檔案都好 你都會覺得老鼠拉龜 因為你未必有他的背景 是吧 好了 因此 接受你審計的部門 一定要給你充分的合作 是 在這一方面 你們有什麼權力 是法律上給你 或者甚至上未必有一些 很明確規定的權力 部門方面給你們的合作 你又覺得會怎樣呢 從我這幾個月的了解當中 各個部門其實都很合作 因為大家都拿著目標 最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記住目標 就是我們要提升那個服務質素 希望可以令到公眾人士去感受到 政府是真的可以為他做事的 是真的達到習主席所講 民有所夫 我有所認 希望市民都會了解到 其實不單止是我們審計署下去的時候 他們希望改善 其實他們自己都可以一路 去保持改善的精神 這件事其實是我們希望 近一步可以達到的 非常之多謝你 講解得很詳細 深入前出 多謝 我很期望審計署 能夠更加往後用多些機會 向市民解釋多些 多謝 不是只見到立法會 開公開會的時候 才知道你們做的事 多謝 我相信這麼多年來 香港市民對於審計署的工作 是很認同的 他們亦都很支持 那天支持和認同審計署的工作 其實幫助了政府的一派 政府、學校各部門 所有的工作 無論他們做得多好都好 始終都有改善空間 沒錯 這個改善空間是需要一種動力 好了 今天我們的訪問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